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欢迎来到我们当中 我是浩然黄博士 那么现在正在带大家做一个系列视频 这就是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那我现在手里有三本圣经 看到这个呢 这是中文版的 还有一个是中英双语的 还有一个是心灵版本 香港 那么圣经你看到了各种各样 非常的多 然后翻译上了两千多种文字 然后呢圣经呢 写圣经最后一卷书到现在 差不多也两千年了 然后两千年以前是在神的选民 伊斯列人他写的 所以他跨越这个时间 跨越地理 跨越这个年代 跨越文化 你说伊斯列这个民族 他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华人 或其他的阿拉伯 阿拉伯其他人 还有这个欧洲人 是大不相同的 大不相同 那么所以说这个圣经呢 又这么它就这么厚啊 这么多书卷 然后跨越不同的历史啊 这里面有文学 有历史 还有这个书信啊 还有这个福音书的 也方便便的 所以呢 那么等这个 有不同 涉及到一百多位作者 那么完成这个书卷呢 最后把它归线在一起 然后呢 让你读了以后 你会发现的这个 到底讲的什么呢 我怎么理解这个话语啊 哪些东西啊 那么呢 实际上不通过 好好地去概括啊 神使用这个人啊 这个牧者啊 仆人啊 来概括这个事情呢 那么很难真正把握住 圣经的真理啊 如果各说各家的话啊 这各说各家的话 那么呢 那怎么办呢 我想呢 神呢 会呼召啊 他的仆人们 去做这件事情 我呢 甘愿做神的仆人啊 做他 做耶稣基督的奴隶 然后去完成这个工作 那么我一直有呼召 然后呢 完成这个工作 我今年呢 正好有这个瘟疫 那么呢 我就借助这个时机 在年底以前啊 2020年 然后年底以前 完成这项工作 那今天呢 是2020年12月22号 那星期二 那么呢 我已经讲了这个 42讲了 42讲了 最后呢 还有8讲 这8讲呢 这个题目都列好了 然后呢 内容也归纳了 现在呢 我就求圣灵带领我 把他讲好 讲深 讲清 讲透 然后呢 这个浅显易懂啊 让这个 不管是基督徒 接触过福音的人 还有没有接触福音的人 都能够理解 并且我是站在这个 这个华人的角度 曾经在日本留学 在加拿大呢 也生活了20来年了 所以呢 希望呢 希望呢 跨越 不同的民族 国家啊 然后更多的人 能够啊 这个真正理解 圣经 真正当地讲什么 然后呢 把这些道理 把这些这个智慧啊 活出来啊 然后这个 让秋神运啊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不做祷告了啊 OK 那么呢 我在前面讲那个 第四十讲呢 第四十二啊 和这个 第三三三三十八到四十二啊 都是讲一些这个 做人做事的啊 比如说我在三十八讲 讲人生的终极目的 是在于荣耀神 那么第三十九呢 人生呢 他这个啊 人应该是全心全意的爱神 还有呢 人和人的关系啊 人和人 爱人如己 戴人如己 还有个人的 在这个奴隶方面的时候 要勤奋努力 开脱进去 那么呢 这个已经有个了解啊 那么我在讲那个 这个 就是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内容比较多嘛 所以呢 这个 你也会想了解一下 这个 这个圣经到底讲什么呢 那么我再给你几个 这个 其他的题目啊 比如说第一讲 我第一讲 树里有神和 神造世界的世界观 你可能对过去没听说过啊 然后呢 在这个 在这个 除了神以外 圣经呢 他关注的对象 当然另一个就是人啊 OK 那么关注的对象呢 就是认识人的本源 和他的特质 这是这个圣经的 还有呢 这个 这个人 在地上 他的权利 是怎么来的 OK 那什么呢 是天赋人权的 意思就是 神赋人权 好不好 OK 这个说了 我不再多说了 不再占有更多的时间 好吧 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那么下面呢 进入另一个 这个片 另一片啊 另一个系列 这个 另一个方面呢 我们讲这个 这个耶稣的事情啊 OK 那么我现在第四十五讲 啊 第四十五讲 OK 等一下 看一下 OK 不是第四十五讲 对 OK 不是 第四十三讲 刚才讲的第四十二讲了 第四十三讲 是吃亏让人 彼此饶恕 谦卑做人 这 这些 我把这三个内容放在一起啊 比较关联的 不想讲的 太太太庞杂了 吃亏让人 彼此饶恕 谦卑做人 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时候 难免有高低 OK 先后 优越感 是吧 不平衡的时候 那么我们能不能 是吧 先紧着别人 然后再自己 OK 把这个优先权给别人 对不对 或者说 我现在这件事上 我吃了亏了 我不抱怨 是不是 能不能这样 是吧 吃亏让人 还有呢 等 这个彼此做事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团队 或者就不是一个团队 那么这个人在这里做事 那个人在弄的事 我们是一个体系 那么在这个体系当中 那么 我们 有人做了事 肯定讲到 得罪了我 然后对不起我 OK 他在这个事 会议上发言的时候 他发言呢 对我构成了伤害 让我当场没面子 是吧 那么会不会 我可以 我是给他记仇 我下次 你给我出一口 给你个出二 对不对 你给我 你给我 你用牙咬了我一口 我用牙还你 我咬你一口 是吧 我不咬人一口 我就泻不了这口气 是吧 对不对 是怎么做 OK 还有呢 我们做人 是天天说自己好 自己 吹嘘自己 还是说呢 我抱着一个谦虚 谦卑的态度 我只不过是这个 大千世界当中 被神所造的一个人 这个人 圣经上 人算什么 你仅顾念他 OK 是吧 那么还是说 我天天觉得自己了不起 你们这些都是小卒子 唯有我厉害 会吃亏的 会吃亏的 对不对 没有几个人 愿意天天的 给这种人一起相处 因为人 对吧 天然的 愿意自己受到尊重 并且我们的文化教育我们 是吧 文化教育我们 我们要谦卑做人 大部分情况下 是不是 所以呢 圣经他提上什么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在我们为人主事上 是吧 在我们为人主事上 他要求我们 要能够吃亏让人 要能够彼此饶恕 要能够谦卑做人 那谦卑做人 那么下面呢 我们一个一个的 看着结合圣经的经文啊 我们把这些做人的道理 然后把它一一的展示 第一个 吃亏让人 不予恶人作对 你看这个 马太福音啊 第五章 看到了吗 登山宝讯上说的啊 第五章呢 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这可是主耶稣啊 耶稣啊 他在 对不对 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啊 一千九百 一千九百 九十年以前可以说 一千九百八九十年以前 说的啊 你们听见有人有话说 一眼还眼 一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六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 有才打 那么耶稣啊 他在这里面呢 讲了几个道理 一个是用眼 一个是牙 还要呢 把这个恶人与这个义人啊 做恶人做一个对比 还做一个对比 还要呢 他用这个 用这个脸 用脸 这个眼 牙和脸 三样东西 OK 都是这样的 那总而言之啊 他什么呢 他这里讲的什么 意义啊 这个有人 有人搞的 一眼还眼 一牙还牙 那么一眼还眼 一牙还牙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 被认为 是吧 是经典 是真理 是道德标准 是吧 是经典 你 这个一眼还眼 你用眼 盯了我 你做了一件事情 是吧 你这个 给我眼色 对不对 这件事 你这个 给我小鞋穿 对吧 我这件事 本来是个小事 那你把它 把它 无限把它放大 你放大了以后呢 让我在领导面前 没排 没面子 那你可能在经营上 然后这件事呢 然后你这个 找了个机会 打击了我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 你不是英元吗 那么他也说 一牙还牙 你咬了我 我都咬你 你打掉了我一个牙 我也让 把你这个牙给打掉 你打到我两个牙 把你两个牙给打掉 总而言之 你对我多大伤害 我也对你有多大伤害 你多么恨我 我也多么恨你 你多么恨 就讲这个道理 那么过去的时候 在中国跟美中 美中打贸易战的时候 当时的时候 这个美国呢 为了纠正贸易不平衡 对不对 那么呢 他就采取了出来 我要加关税 那加关税 先加对500亿商品 加关税 那么中国就搞了个 一牙还牙 我记得非常清楚 结果这个贸易战 本来可以 如果不一牙还牙的话 就停止在这500亿 你加了以后 我不加你的 然后呢 我慢慢纠正这个贸易 你差就可以了 OK 实现贸易平衡 是吧 公平贸易 可是呢 一牙还牙 你加了500亿 我账上加你500亿 等你加了1500亿的时候 我加1500亿 最后再加的是没的 没的可打了 最后越打越严重 就到了今天 这个美中关系这个状态 就是我们大家听着的 那加的关系也是这样 但是耶稣啊 他怎么叫你呢 他说 只是我告诉你 不要与恶人作对 假设美国是加这个关税 他是恶人 中国不给他加 是吧 那就 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那么美国也是一样 假设对方 他是恶 做的不对 然后呢 我们不是通过加税的方法 而是通过谈判 是吧 调节这个商品 减少补贴啊 是吧 通过其他的途径啊 这个问题都会解决 是吧 那么我们在这个家里 家里 之间啊 引起纠纷的时候 邻居一家也是这样 那么可能 邻居一家的 这个 那么比如说 你住邻居 有人在夏天 八月份 喜欢那个 就是他们有的 有的 这个 从非洲来的人啊 喜欢在家里 聚会 聚会都是放喇叭 他一放的时候 一直放到 从下午六点钟 一直放到晚上 十点 十一点 那么周围的银居呢 谁家里也不安 那么万安生的时候 我们最好的办法 直接跟他说 你能不能九点钟 停了 或者把剩下喇叭 放到小一点 大不了我们去 打个911 找警察来 对不对 是不是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怎么着 那假设他家这么干的 我们家也放大喇叭 那里一家 那有住着十家 都放大喇叭 那你这个家 怎么 这个社区怎么住 所以这个 一家还养 一言还养 是不对的 冤冤相报 何事了啊 对不对 那大家都得造罪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 吃亏让人 这件事啊 不要再做了 那么呢 那么呢 我们用合理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如果对方实在是不听 法治 是吧 那么呢 大不了有时候搬走了 不在你这里 对吧 是吧 我们是不 远离恶着嘛 是吧 远离恶着 好不好 那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第一个 这是吃亏让人啊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第二个 彼此饶恕 对不对 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 都会时间久了 事多了以后 都会有得罪的地方 夫妻之间 常常有这种情况 OK 那么呢 你这个 在家里 这个 做饭的时候 就这样 然后做的不对 做的不好吃的 做咸了 然后呢 这个过冲击年过节了 你给我买这礼物了 我没给你买 是吧 还有的时候呢 不经意的 突然生气挂火 然后呢 这个暴躁 然后给对方感情 造成了伤害 是吧 对不对 还有的时候 对这个父母不敬 这种事都可能发生了 那么在这种事发生的时候 你是才去报复他 还是说 饶恕他 这很重要 你要饶恕他的话 这个事就慢慢化解 然后下次呢 他知道你在饶恕他 他以后呢 还会 这个 也会饶恕你 是吧 也会饶 大部分人会这样的 但是有一部分人 他可能觉得你好惹啊 你看看圣经怎么教导的 这个教导的 非常非常贴强 OK 他说 他说这个马太夫音 第六章 OK 在这个耶稣教导我们 这个 你们这个 这个主祷文以后 第十四章 第十五 第十四到十五节 怎么说的 他说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OK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上的父 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 我们每个人 从亚当夏娃而来的人 我们天生里就带着罪 而这个罪可能是骄傲 OK 贪婪 自私 嫉妒 好饶恶 懒惰 是吧 烦怒 这些是个 七大之罪 有神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在天上 日常生活中 常常的各种犯罪 OK 那么这些罪 那么靠着我们自己 无法解决 OK 唯一一个最简单 最好的办法 借着耶稣 他这个道路 OK 他这个桥梁 他对世之家 为我们赎了罪的 我们相信他 跟随他 改造我们的思想 改造我们的思维 OK 让耶稣 在我们身体里坐 让神的灵 在我们身上坐 我们自动 把神的道行出来 OK 这是让我们教导的 OK 那么说 主耶稣 他在这个时候 耶稣 他教导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 那么你如果 能够饶恕 别人的过犯的话 那么神 他也必饶恕 你的过犯 OK 那么如果你 不饶恕 别人的过犯 那么你也不要期待 神能够饶恕 你的过犯 所以你的过犯 过不去 那过犯 假设你的过犯 不能被饶恕的话 你怎么去见父 你怎么能 站在父的面前 那么你如何 来面对 耶稣再来的时候 对你的审判 OK 对不对 所以的话 这里的耶稣说 他把 你能不能 饶恕别人的过犯 你能不能 饶恕人 上升到父 能不能饶恕 你的高度 那么这里的 这里的一个比喻 就是说 给你一个 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压力和要求 不是完全 就是说 完全就是说 这个比例 因为神饶恕我们 和我们饶恕人 这不是在一个水平上的 OK 神饶恕我们 神我们信耶稣 他就饶恕我们 对不对 那么呢 但是我们能不能饶恕人 是我们的态度问题 是我们的态度问题 那么神 这里耶稣基督 他讲这个意思呢 他上升的这个高度 是让我们 你一定要饶恕人 你一定要学会饶恕 我可能也很困难 是吧 因为我们人的天性 不饶恕人 我们有时候需要年顺 需要更多的环境 甚至要求对方 一定给我道歉 就算道了歉了以后 也不能 有的时候 也不能真正的饶恕 这是我们人的问题 这不是人的问题 所以神呢 他要什么 彼此饶恕 不管你有什么问题 夫妻之间也好 同学之间也好 在单位里也好 OK 你就饶恕吧 这是没错的 这是圣经教的 他真的叫他们 要学会饶恕 OK 不要与恶人作对 还有一个 圣灵的美德 圣灵的品德 就是谦卑为怀 要谦卑 要谦卑 谦卑 谦卑再谦卑 那么我在这方面 都做得一直不好 OK 那现在慢慢学习 这个谦卑的功课 把说出来 把荣耀送到归于是 我自己没有多少能耐 但是神 他赐给我智慧 神赐给我能耐 我靠着耶稣 什么都能做 荣耀都是他的 OK 所以呢 在这个马太分约 第23章 第十二节 看怎么说的 他说 凡自高的 必将为悲 自卑的 也身为高 OK 那么雅各书 圣经里 在这个书 在这个圣经新约 的书信里面 这个 他这个雅各书里面 他说 OK James 第四章 第六节 他说 但他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金山记者说 神阻挡 骄傲的人 赐恩 给谦卑的人 神啊 他是特别的 圣经的教导没有 他一定 叫你谦卑 是吧 让你学做 谦卑的人 OK 谦卑自己 OK 降卑自己 不要高 不要高 对吧 不要高 那么呢 你越谦卑 神越赐福 越让你有智慧 有能力 OK 那么呢 你要想 这个 你要想高的时候 神一定 把你拉下来 对吧 你要想高 反而你自己 谦卑自己了 神就会 兴起你来 那么谦卑 在这里 那不仅仅是 一个 谦虚的 这个态度 OK 而且是什么呢 他这个谦卑 是吧 是完全的 依靠神的状态 我不再依靠自己 对吧 我看高的是神 我依靠的是神 对吧 那么这就是 很好的 前面的状态 那像保罗 他自己就说 我不敢夸口 但是我 唯夸耶稣 他是非常有能力的 他写出这么高的著作来 你想想 你自己能写出 这一篇的吗 一篇写不出来 一段写出来 那么他的著作 他的高 他的能力 可以说 影响整个人的历史 所以保罗 是在这个 压力士多德以后 所以是仅次压力士多德的 伟大的神学家 思想家 是吧 但是他自己说 我不敢夸口 我唯夸耶稣 所以我们要有这种态度 所以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妹 那么让我们 圣经 教导我们的 他到底讲到什么呢 在我们做人做事上 让我们吃亏让人 这是美德 彼此饶恕 要谦卑做人 做一个谦卑的人 是会让你受益终生的 是一个 如果你能够这样 那么你孩子们也跟着你学这样 如果你能够这样 那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 也会解释你非常受人尊敬 那么如果你能够谦卑 你可以牧养好你的教会 如果你能够谦卑 你可以成为一个 伟大的思想家 但是如果你都是骄傲 那可能产生的结果就是 那么多众人都讨厌你 然后呢 神在天上也不喜悦你 你把本来一件 非常好的事 可以办好的事情 你把它办砸了 那就是结果 所以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一个重要讲的 就是说 吃亏让人 彼此饶恕 千倍做人 希望神祝福你 好不好 希望你给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那你的孩子们 特别给他们分享 然后呢 转发点赞本频道 来 传到你的群里门 而且呢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我们这个 这个频道的话 希望你能够点击下面 这个subscribe 只要稍微点一下 就可以定上 如果你不喜欢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拿掉 OK 是不是 不妨碍你的 好不好 然后呢 志愿福音的广传 让我们一起 兴起神的国 然后这个 扩张神的义 然后让更多人 认识神 把这个 把握圣经的真理 活出耶稣的形象 和样式来 那么今天 给大家就讲到这里 谢谢